正常人員戴上手套 眼前這個小提琴袋藏著一把突擊步槍 就是12號凌晨高雄林源槍擊案的作案槍支 只留下三發子彈一個彈匣 落網的16歲槍手原本還攻撐槍丟在海裡 甚至還帶著警察四處繞 最後打出親友牌才說服 逮到了16歲開槍少年之後 經過了一天的偵訊 槍手才終於坦承 那把長槍就藏在這座廢棄空屋裡 雖然16歲少年落網了 但還有好多疑點 開槍當天知道要戴頭套 手套奪避茶器 長槍到底是哪裡入手 生存遊戲店還是黑市購入 而且他還獨自一人開車前往 這輛車警方查出是權力車 到底槍支跟車輛是誰提供的 因為他們都是零言 這在零言七 就是因為在小支部 可能就在小支部有一個口角 酒後口角 這裏老舊民宅他是說他們有戀事 然後他是藏在那邊 什麼原因開槍槍手必中就輕 還胡扯自己和被害屋主也有借貸關係 明顯想一間扛下責任 槍手逃亡12小時 從開槍民宅逃到工業二路的提防汽車 後來在距離景局600公尺的私人廟宇 排除背後恐怕還有指使者 TVBS新聞張麗玲 莊盛雄 宋家娟高雄報導 掌握全球情勢國際新聞全新選擇 YT頻道TVBS國際Plus破大視野 歡迎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訂閱並開啟小鈴鐺